最近,主流金融预估提出了要限期完成 对国有企业攻坚私有化的改革。 我看了这个困难是近三十年来第三次私有化改革的高潮力,一个信号。 我们展开这个讨论确实有很重要的意义。 所以,我回顾1978年,世界三中全会开启了我们改革开放历史的时期, 同时也是国际新自由主席刚刚兴起的而且来自汹汹的一个时期。 所以,这样一个国为国籍的这种形式的结合, 就是使得我们的改革开放, 就不够避免地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这个晚上的改革和资本主义自由化改革, 就是两种改革国的尖锐的对立。 这个对立在我看来,主要就是围绕着争夺作为我们共和国长子的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公有经济的最主要部分的国有企业。 在我们的非计划,我们是在北京国的非议自由化改革和资本来的 working together, 我们已有同时来的所有的那些新自由主义世界, 其实,我们一直以为来的自己组织, 就是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末 就是十五大以后 他们在所谓抓达放响的免疫下 宣起了第一次十六号的北海高潮 当时的特点就是 主要是针对贤敌以下的中小企业 那时候我看的几乎是 就像秋风少罗夜市的一夜之间 就把敌现实以下的中小企业 特别是小企业 就像秋风少罗夜市的一少罗光 那接着在写 不是卖光 是送光的 送光的 送给人家 对 送光 那是卖光送光 第二次就是在实际市之交 又还剩下的 主要就是果有大中型企业这一块了 那么面对这个形式 那时候呢 就又起出来了三驾马车参与国企的改革 那就是要鼓励引到 是不是啊 外资 市业企业和管理层 实际NBO 那时候就宣传了一个 是吧 是吧 就是可以不读拜完 如果达到联傲出来了 栋下的 那这样吧 原来是像乔那麦 收购 甚至说 又是不是 キパナ 卖资卖 或者是卖个外国资本奖 按照朱文基总理的说法就是 搬送搬卖了 是这样子的形式 所以经过这两次的 十一华高潮作识典我们 本来在九十年在初期 国有企业打开要占整个国民经济的 比重75%的最低优势 而就迅速地急剧地下降到 2004年的时候 国有的经济实际上 在工业中产值是15.3% 这个比例还比我们解放初期 1919年所占的26.2% 还有的 的多 这是 这种情况 但是在私有化的这个过程中 说实在的 当时 还是有很多的老鬼命 和那个有鬼命的知识分子 都起来进行辩论 抵制这种市场 但是当时就是 所实在的 这种理念之危惑 基本上是 就是局限在一小部分的知识分子 和老童子里 这么一个小圈子的这种 社会影响的 是很小的 独足以低到这种说法的矿潮 一直到2004年 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是党中央 刷破了 这个三号文件 把这个 所谓不争论的这个 储伯 解除掉了 所以这样子就大大地解放了 群中的思想 我们都敢争论了 当时很明确提出的 大使大飞面前 鼓励 而允许 各个学派 进行争论 这样我们就 胆子解释到大一点了 恰好也就是这个时候 在2004年 8月9号 有这个郎贤平先生的 以此演说 郎固之争 郎固之争 宣取了一个 郎固之争 所谓郎选风的 这个 反对私有化 一个高潮 随后呢 就在 2009年的时候 这个 这个 通缸的工人 以实际行动来 抵制 这个 私有化 就大快点的行 这样才是得啊 他们要想搞私有化的步伐来稍微收敛 放满了一点 同时 我所很高兴的看到啊 就随着这个改革 开放 这个 精神的发展变化 这个中管国有企业的 后面 国务之卫啊 确实他们也有所感触 是吧 重新思考了他们那些 一些 惯例的 方法 得如何改进 加强国有企业的监管 和如何发展壮大国有经济 这些重大问题上 有了新的认识 所以在最近几年来 我是感觉着他们呢 在 要 作强作优的这个方针下 做了确实是很多的 有意义的 积极改革 各的 工作 使得我们的国有企业 开始重新了 还化了 蓬勃的新 升级 具有关数据的统计 从2005年到200 年 这个期间 国有企业 特别是中央企业 就是央企业 这一块呀 他们的经济 经济的规模 收益 都是从 两位数的大幅度的增长 一直到2011年都是如此 那么这个他们的增长的幅度呢 那是 比这个GDP的统计的增长的幅度来大 那是不是感到很高兴呢 我觉得这个是 全国人民是梦寐以求的 是吧 看到了社会主义的前景 希望 非常高兴 然而 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 国际免队就是倒退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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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大家也有运气了一些心理争论,特别是到最近,在良会的前行,使我感觉的是,这种要重新私有化的各种是纵然兴起了,原来我没想到会出现这种心理局面。 因为现在大家都很高兴,怎么一下又要来现期了,重新要观察罗斯,所以36条,要把关系到我们国际民生和经济密密部门关键领域了。 一厢人员,交通,很多都是大行进的国有企业目标,他们的理由就是说,国有企业垄断。 反而来,自由竞争,平等公平的竞争,是这样子。 所以,要鼓励民间资本进入,要让国有企业腾出他们进入发展的空间。 我觉得这是没有道理的。 这个问题我这里不细说,因为我最近就发表了,在国际发表的文章,在理论上删明了。 反正,我估计这样,实际上就是一个要进一步掀起第三次的石油化高潮。 而且是更大,更深层次的一次高潮。 不仅这样子,而且是我完全理想不到的。 这次高潮来自猛了,不仅仅是提出来了,要打破垄断,要让外资民间资本进入我们国有企业垄断的企业。 而且,还要让实施细节先期完成。 这个实施细节必须要在今年上半年完成,整个改革的进程,一年之内完成。 那就说,在本届政府一结束之前,要完成了所谓实现三世尽忠义这个目标。 不仅如此,还显国内的力量不够啊,又把国际垄断资本联系起来。 想借助于国际垄断势力,火的水就是帝国主义的势力啊,来完成这项任务。 我觉得这个是很可怕的,是很可怕的。 原来不知道这个情况。 那么,我最先啊,我是在网上看到李丁凯同志。 是吧,他发表大概是二十六号好像发表。 我看了,他说二十七号,左立区调到北京来了。 我也不知道他来干什么。 哎,结果很清楚,很知道啊。 二十七号,他就公开亮相,说他跟这个国际垄断的几个碗联合,已经编辞了一个中国史,这个2030年的一个发展计划了。 这个计划就是要把我们国有企业缩小到百分之十的这么一个程度。 所以说,国有企业百分之十是个什么概念啊? 还不如我们咱和很多新闻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你说意大利、英国,这些被国有企业所在的比重。 那就是跟资本主义国家一样了。 还不如他们了。 像法国、意大利,他们比的都是百分之十几一样。 他国有企业百分之十的嘛,学生。 到了百分之十,究竟是不是还净乎是一话难说。 所以这个很可怕。 学生,我也很高兴地看到, 第二天他在开记者会的时候, 我们独监国, 南国的独立学者挺身而出,很勇敢。 当面提出强烈的抗议。 他就喊出来,吃毒药,吃毒药。 台湾的毒药,后面美国去吧。 然后这个确实是呼唤了我们中国人民的心声, 打扎了我们人民的志气。 确实我从这里我所看到, 我们中国是个希望, 年轻一代很有志气, 他们可能也比我们想得更周全。 社会主义事业有接班人, 一切抵抵国内外的抵制势力。 要想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营落, 必然最终只能够落得, 吃不得可吃下餐。 我就讲。